在今年的选举年 有关美国应该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呢 不仅仅是美国选民关心的一个议题 也是美国学者关注的话题 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丽雅你好 你好 许伯 的确是那个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国家安全中心的副主任保罗米勒 在刚刚出版的新书 美国实力与自由秩序一个保守的国际主义大战略中呢 就是特别谈到这个话题 那么他今天中午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就阐述了 他对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个看法 其实呢米勒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他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呢 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担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问题的负责人 他也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 和驻阿富汗美军的军事情报官 那么在他看来 美国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呢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 目前出现了一个常识性的看法 也就是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上减少干预 但是米勒认为 这种美国应该保持克制的思想 是从历史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米勒说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是试图从过去15年的美国外交政策中 吸取教训 他认为奥巴马总统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问题上 所表现出来的克制 在美国历史上都显得非常的突出 他说二战以来 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可能在这些问题上 采取更多的行动 我认为这个教训不是我们应该 在全球采取更少的行动 我认为我们应当维持 我们的国际主义大战略 我们应当维持在全球的前瞻性的存在 一个深入参与国际事务的大战略 就像一些学者称的 反而言之 我们应当保持在国内外 维持和坚持有秩序的自由 这样的大战略 米勒教授认为 这个古典的自由主义秩序 充当了美国安全的外围 而对这个秩序进行投资 就是对美国安全的投资 也是对美国实力的一个正当和正确的使用 在他看来 美国在财富和威胁 都最为集中的地区和国家 对这个自由秩序进行投资 是最为审慎的做法 这包括欧洲和东亚 他特别提到南亚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他还认为 美国需要理解国际干预 所带来的代价和成本 好的 那么利亚 在米勒所主张的 这个保守的国际主义大战略当中 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利亚 的确 许波 就是在这个 他在他的讲话中 基本上没有特别的提及中国 所以在这个提问的环节呢 我就特别向他提出 你刚才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他是做出这样的一个答复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因为有些人认为 与中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 美国是一个实力在下降的大国 历史上 这两种大国之间 总是会爆发争夺霸权的战争 我认为这种看法有点过于宿命 一些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会说 不是这样的 和平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社会 其经济的自由化 不可避免的会带来政治的自由化 随之而来的是和平 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过于宿命 问题在于 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 能够回答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 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领导人或者学者 对此就更没有答案了 我认为没有人知道 中国自己的大战略是什么 我猜测 他们希望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 获得霸权 谢谢许波 那么他在回到我的问题的时候 给了一个很长的答复 那么第二部分的答复 基本上就是针对 美国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这个问题的 那么米勒就说 他其实并不知道 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秩序里 美国在多大的程度上 会容纳一个崛起的中国 那么他也不知道 就是中国在试图实现 他的这个大战略的 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会有多么的咄咄逼人 那么是否会过于采取 这个军事干预主义 甚至是通过入侵这样的方式 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那么因此就是说 既然我们不知道 中国的这个大战略是什么 那么就美国呢 就很难对 就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战略 来决定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一个战略 那么他不过提到就是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呢最好就是要为 最坏的情形做准备 同时为 就是为最 最好的情形而努力 就是说 prepare for the worst 对不对 他认为就是美国其实就是 不应当在军事上撤出东亚 那么应当做好 保护盟友的一个准备 与此同时呢 尽可能的就是 富有建设性的 与中国进行接触 那么和平的处理 与中国的一个关系 那么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这个主张 其实上与现在就是 这个奥巴马政府 现在所实行的一个 对华政策实在是一致的 那么丽雅 米勒这个有关呢 米勒啊 这个有关 美国应该如何对付中国的看法 有多大的代表性呢 其他学者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是 在这个 他这个新书发布会之后呢 我有机会采访了 这个传统基金会 撒切尔自由中心 这个研究 因美关系的一个资深研究员 布鲁梦德 那么我就问他 就是说 你怎么看的 就是美国应当 如何与中国大交道 那么这个学者就表示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那么 现在越来越富有 同时呢 就又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么因此 中国是一个特例 需要一个特殊的对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说法 美国不能只有一个 适应于设计上 所有国家的大战略 尤其是中国 我们需要放弃 贸易会自动带来 政治自由化的想法 这是长期以来 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看法 同时 我们也不能掉进 这样一个陷阱 也就是 中国是一个坏国家 外交是没用的 或者贸易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因为贸易一般来说 是一个好主意 我认为 对美国来说 一个基本的经验法则是 与你的朋友待在一起 知道谁是你的朋友 对形势保持冷静 不要过于鲁莽 或者是被吓到 因为过于担忧 而放弃你的朋友 而且从长计议 因为中国无疑会这样做 或在其他方面 恐惧 避免你的朋友 然后玩一场 电视运记者 丽雅的观察与介绍